你说到猴子 那我们不然先猜猜他的那个搭档 好不好 不对 老师您可以选 你要不要猜猜您的搭档 那个小老板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完全 no idea 不是 因为你跟他那么近距离 没有他肢体上 身体上一些线索提供给我们 还好 真的是完全没有 应该是一个熟女 熟女 为什么这么说 嗯 凭经验 凭感觉 凭感觉 人就在你旁边的气息 熟女 你说三十岁上 多一点 嗯 再多一点 再三十五 再多两点 四十 三十八 四十出头 哦 哦 那是内地的吗 内地的 嗯 熟女 这个真是没想到 是吗 对啊 我觉得那个范儿感觉起着就 是吗 年轻人的那种感觉 是吗 但我很相信你 在这点上的判断 熟女 人鱼公主 我以为是我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嗯 谁啊 名字我记不起来 我从头到尾 老记不起来 那是老朋友吗 糟糕怎么会这样 老朋友 那怎么会记不起来 而且是很多年前 我们在那个解放纪念碑是在什么地方 是成都 还是重庆 重庆 重庆对不对 对还在那里吃了那个小面 但是他否认了 嗯 就不是他咯 就不是我那朋友 那人鱼公主 应该 嗯 三十 嗯不到吧 三十不到 那应该 亲手 亲手女 一个手女 一个亲手女 对人鱼公主亲手女 那背包客就是令我惊艳的 那老老师那个那个铁币小乖乖 有没有名字线索 嗯 我就猜刘更红嘛 刘更红啊 后来就不是嘛 就那么壮嘛 刘更红 是您猜的名字 对 好嘞